俗话说的好 一日不吃虾 两眼泪汪汪 今天买了两斤虾 准备整个金针菇蒜若虾 来支出我的眼泪 来先给它开一半手费 从这儿拌开 把里面的虾线撤一半手 姜来一半手 葱子来一半手 料酒来一半手 胡椒粉来一半手 把它刷匀紧 去下腥味 为了配的上这一杯的款虾 先买了四个蒜 全部给它砍碎 看着这么大就炒糯了 弄起来 起锅烧油 蒸点蒜用酱 油温差不多了 下蒜 青红辣椒来一半手 生抽放一半手起锅 把我们金针菇 摆到烤盘下 顺便给小伙伴们磕骨下 这才是正正的金针菇 那平时吃上伯的叫银针菇 上锅 蒸点酱油放点水 给它拧一手 锅盖烤了 给它拧一半手 把我们炒的蒜蓉酱 给它放一半手 撒上葱花 这个味道真的不摆了 拧一半手 下酒做好了 我们吃一半手 哇哟 下下水还安逸了 真的不是活活活活有点麻烦 哇哟 嗯味道相当巴适 虾的香味加上蒜的香味 还有金针菇的香味 哇 这开辈里其实还超薄 哇哟 关于这道菜 我做一个技术中介 小伙伴在我里做的时候 一定要先要鱼铺有才能做这道菜 因为真的是剥虾太麻烦 早上就会帮你剥哭哭